1.1的好朋友大家好 那種植的這幾顆交接過的植栽之後 我要開始來立蜘蛛 那我手上拿的這一種蜘蛛 在我們之前的影片當中 你也看到了 這個都是在我們的園藝材料行買的 那很多好朋友問我在哪裡買的 那我也直接講好了 我現在在雲林縣 但是我買這一些蜘蛛是在 高雄市的鳳山區的台塘花市 它在鳳山區裡面的園藝材料還買的 那規格有很多種 那價位我已經忘記了幾十塊錢吧 有興趣的老朋友你就自己去看 那這個是屬於比較細一點的 因為它長度也比較長 那我為什麼買這個長度 因為這個長度已經是我的車子 可以載送的極限了 因為一般的轎車可能載這個長度 那我現在要做了蜘蛛柱 蜘蛛柱最主要就是不要讓它遭受風害之後折斷 尤其是不要從我們架接觸去折斷 那我現在開始蜘蛛柱 好那既然立了支柱之後 我就要將它固定在上面 那這個也是我影片常常出現的裹梗夾 好那裹梗夾 那我就將它固定在上面 畫面可以帶近一點 好固定在上面 好那固定在上面 好那固定在上面 讓它受風搖動的範圍受限了 受限了 那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固定的方式 可以撐過 撐過那個 比較大的風的吹息 固定一下比較 比較底下一點 好先固定在上面 好那至於它後續的 可能有些時候的觀察 就再來移動一下 再來移動一下那果梗夾的位置 先做固定 好這是第一個 那接下來的 酪梨的固定 我們就再過來這裡 那酪梨有兩個支條 我打算固定一個 這裡 那另外一個固定另外一邊 我們繼續立支柱 這一個 這顆的酪梨指摘 因為它有兩個分叉 所以我必須立兩個支柱 因為這兩個分叉 都是我嫁接長出來的 所以都必須要留 就是它塑形要留 所以立兩個支柱 之後我再用大 規格大一點的果梗夾 將它做固定 好固定好之後 我想正常的正常的風啊 應該是沒問題 正常的風沒問題 至於台風我就不知道了 那再看一次它的架接的位置 在這裡 這架接整個包過去 你看一下 這個地方 架接過的痕跡 架接的位置整個包過了 所以現在要立支柱 這兩個支條 好OK 那我們接下來帶來這一顆 好這一顆 那這一顆它的枝條長這個樣子 好先這個方向固定 好 盡可能敲到它底下 固定的地方 好到了之後 果梗夾固定 這是大一號的果梗夾 好 好 那它還有一個 所以要再找一隻 好這裡 因為它還有一個枝 好 再加上我梗梗 好這樣就做了荔枝柱的保護 那我再去補一下昨天 那一顆 好我們再來就這一顆好了 這一顆也是我昨天相當擔心的一顆 好 因為這一顆已經是 已經是 架接過的蠻果 好 架接過的特別要 多一層的保護 好 因為它的 是有一點細 好 這樣子這就不怕了 好 另外這一顆 另外這一顆 好 好 好 那還有一根 選 架接過的那一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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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就立這裡 直接立在它的 這是一顆 架接的榴槤蜜 品種不明 但是 架接過了 直接必保護 好 好 那我們今天 種了植栽之後 又立住保護了 那等一下 最後 我就來教 訂跟水 好 那這一段影片 就分享到這邊 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